各位早晨,繼續回來我們發達廣場的環節 身邊的嘉賓都是郭Sir在跟我們聊天 郭Sir早晨 家庭觀眾有事想問郭Sir可以立即打電話來 電話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繼續發電郵給我們 不如跟郭Sir看看大市方面的最新走勢 恆生指數升9點,去到20749點 成交方面有146億 而國企指數升13點,上到11596點 旗幟方面跌13點,佈20760點 高水16點,成交方面有16000多張 郭Sir其實都比較多家庭觀眾關心市況方面 早前低位撈了貨 誠著今陣子市升上來 比較多家庭觀眾都問在這個時候應不應該獲利 真的要看看自己的意願 譬如有些真的兩個半、兩個七、兩個八 買了龍巷或者買了中巷 如果手上早前持貨又不是太多的話 我就認為一直持續下去算數 每一個回落都是中線做一個加註的時間 但反過來,如果早前你買了很多貨 剩下的資金不是那麼多 現在低潮的時間有幸買了少許貨 回落後,由於上面還有一大塊火 扎著在這裏 當然就不要太勇了 趁機回套了 拿回多些資金在手,兩手準備 萬一市真的有調整再跌下去 你有資金再買過 反過來,市場勇了上去 不要緊,你手上有很多股份 你都是看過市升,不是看過市跌 要看自己的資金持有狀況是怎樣 但我個人看,短期的市場仍然處於一個續沉頂的格局 直到完成了整個短期的升浪 那一分鐘才會有一個正常的調整 不過都不知道,回調的幅度應該不會太大 稍後再說市況方面的走勢 現在想聽聽黃小姐的電話 早安 請問105號還是83號 兩隻沒有貨打算是短線的 是 看看股價 1055中國南方航空去到$4.02 而83號是順位置12.68 今天來講升一毫子 兩隻沒有貨,又選哪隻好呢? 如果我未來看資金鏈的供應率 還是這麼充裕 尤其是美國有機會是QE3 加上歐洲不知道會不會到最多 都是採取兩百寬送的貨幣政策 如果我當你是的話 那就麻煩了 資金鏈這麼充裕 將來一定有個通脹 你想想,錢不會放在銀行 也不會靠邊站 一定出來炒飛沙走石 不用多說金銀和鐵石 有這些商品 一定是飛升的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對航空股來說 其實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航空股的營運成本 很大很大的比數 都是看油價的 當然要看市盈率固值 其實只有幾倍以往值 就不算高 但你看走勢就知道 其實形態是處於日路市低位的格局 當然嚴格來說還是整固代變 但你不要忘記 市已經上升到2萬7百多 一直向上穩高位 而這段時期一直向下走 事實上由高台下來 拉下來是下降軌 如果你把短期的支持位拉過來 就形成一個上升三角形態 但如果你把下面的低位拉上來 就是一個敏感三角形態 可以穿上可以穿下 但就算以今天這樣的環境 如果純粹短炒的 我現在這一分鐘買的 我放下的指示位是三額八 我向上望四個半 我不反對 你輸了兩毫子 你肯指示就可以了 但如果真的嚴格來說 兩隻買一隻來拿的話 我就寧願買83 因為還有很多更好的選擇 不過你給我這兩隻 我就純粹這樣回答你 但即使如此 83順和自業 由於現在這一分鐘 正在有機會下市 一個星期來的低位 12.4 況且股價已經碰到十天平均移動線 我想我會採取觀望態度 正待入市的良機 短期來說 如果你要在現在這個價買的話 放下的指示位是12.4 這兩毫子風險 你一定要承擔 初步目標是13至13.1 但如果兩隻選一隻 我就選順子 不過我就不建議現在買 好 黃小姐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聽說匯豐 我80元買到現在 現在想回去 可不可以先走了 還是可以放在那裡 策略上應該先走高一點 先走了 為什麼呢 不是我看一看匯豐 因為如果未來市場再進一步向上推 匯豐還是會比較慢一點 因為始終還有歐債的陰影擺在那裡 如果百十多元買的 看自己拿多少 如果四百八百相對不是太多 就由得它擺在那裡 反正也拿了那麼久 如果你說 我手上的資金已經不是太多了 大部分都是壓住在匯豐 我覺得走高一點 應該就換一換馬 留一些資金 下一陣再買的 可以買一些內銀股 或者買一些中銀售 因為始終我自己傾向於 大市就算下一陣升潮 都是以內銀中銀售 甚至乎其他的資源股 好像是883中海洋石油 包括857等為主 這一點你可以考慮 當然還有一隻可以考慮的 就是941中2棟 不過這隻是客馬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開埠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都還是整顧待變 好 那王小姐 好嗎 好 謝謝 多謝你的電話 不如說回市況 剛剛郭Sir你也說過 大市方面都是沉頂的格局 我想問你意見 初步來講的上網空間 又或者短期的支持位置在哪裏 我放我的圖 大家一看就馬上明白了 技術上現在去到2萬0700領 形態進一步上市 是去年9月1日的高位 戰爭所致2萬0975點 再向前走多一點 就是8月5日的高位 21,017 這是一個雙頂來的 當然是如果成功突破這個雙頂 走高一點 這裏大概在這裏 還有一條250天線 250天線我自己看 就不是阻力位 因為要攻破250天線 根本上不是一件難事 問題就是破了250天線 是不是一個新的升浪的開始 不過當然就算升浪的開始 這一陣子都要消化一下 試想一下整個形態 雖然是急急上 但始終成交金額都不足夠 即是大部分投資者 暫時來說入市意欲 都好像不太高 可能市場出現一個明顯的調整 或者正常的調整之後 在一個回吐後 投資者入市意欲 可能在那一分鐘 會慢慢有所改善 都不頂 如果有調整的話 第一個技術上的支持 仍然在20272點和20173點這個小雙頂 如果不跌穿的話問題就不太大 如果一旦跌穿的話 沒錯 真的要少少調整 到其時可能下一個防守性據點 真的要去到11月14日的高位 19,641點左右的水平 這一陣子小升浪 其實是由12月份 17,821點在這一刻開始上來 累積的升幅其實都接近3,000點 我想稍為消化1,000多點是很正常的 不過股市從來都是萬種行程歸於是 去一日還是向上沉頂的話 你就只有能夠等到它升到夠為止 你才再作打算 有貨在手的 其實是定低指責位 就繼續向上往 一路都是沒有買貨 好不可以現在再買呢 我亦都補充一句 如果資金是許可的 你純粹短炒的話 就定低指蝕位 早不買前不買 你是要去到2萬0、7、8點才入市 升了3,000點才深仰來買貨的話 又不是有中線的心態 純粹短炒 希望上午買下午走 或者下午買的 明早一早開高兩格你就走 你輸贏都可以幾格 不對板就輸幾格 你當然要下車 不要抱著心態就是 買了之後贏了幾格我就走 輸的我就一路坐著就不肯走 其實大部份人拿著這貨 為甚麼到現在為止都還要輸呢 或者一路走不掉 就是早前來講 是2萬1、2萬2或者更加高 買完之後升幾格又不遠走 一旦跌回頭又不復輸 結果輸下多些 輸下多些 不走了算數了 放著在那裡 其實這些投資者 包括我自己本人在內 都會 偶爾都會犯這個錯的 希望逐步逐步有多改善 好 麻煩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是市場教育資 有問必答的環節 家庭觀眾有事想問 我們都很歡迎打電話來 電話是204-6566 或者繼續發電郵給我們 做回申報 剛剛提及的股票有沒有持有 沒有 好 麻煩你